看片前记得赞、分享、订阅我们新城财经台YouTube频道 今天其实教师和大家讲688中国海外 涂就2022年6月初 当时三条平均线是倒序的 所以股价也有少少压力 但很快就回稳上升 7月7日出现三条平均线的顺序 但股价不上升,反而下跌 8月3日三条平均线就倒序 差不多同一时间跌穿6月中的低位 上方形成一个圆顶的走势 跌穿颈线之后有些反弹,可以看成后秋 再跌一阵之后就出现了底背池出现反弹 9月19日出现三条平均线的顺序 但股价不是很肯升 反而是慢慢慢慢下跌 10月21日三条平均线的倒序 然后跌穿8月尾段的低位 又再次形成一个圆顶的走势 今次很快跌下去 不过仍然不能够走过量度跌幅 因为12月2日三条平均线的顺序 标志着前方的圆顶 没办法再继续了 9月19日三条平均线的顺序也打破了6月7月圆顶下跌的压力 而在10月底开始的反弹 去到11月14日出现一个上升的裂口 但是过多几天股价就10级以下 将之前的上升裂口完全回保 而在出现上升裂口的差不多时间 14L RSI和MACD都相计上去强势方 所以令到股价能够反反复复的向上 直至到1月底14日RSI落到50以下 MACD在2月初的时候也落到零线之下 股价也开始走一个弱势少少 2月15日三条平均线的倒序 虽然股价不是跌很多 但仍然在当时的低水平浮沉沉沉 4月17日三条平均线的顺序 但没有带领股价进一步上升 去到4月底开始有点反弹 但在5月中之前再次下跌 这里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圆顶 5月17日三条平均线的倒序 差不多同一时间跌穿3月底的低位 这里形成一个较大的圆顶 这个大的圆顶里面是包住了一个小的圆顶 小的圆顶量度跌幅不是很多 所以很快就能够走量度跌幅 但是一个大型小小的圆顶 又再一次没办法走量度跌幅 因为7月31日三条平均线的顺序 标志着这个圆顶 没办法再继续跌下去 现时三条平均线是顺序的 14日RSI上回到50楼上 MACD也攀升到到零线之上 短期有多项利好的技术指标 所以可以支持股价 继续挑战更高的水平 近期受制于250天的平均线 这条250天的牛红分界线 在今年年初跌穿之后 虽然曾经是升穿过的 但是没办法能够克服它 长时间站在这条平均线之上 所以短期会受压少少 但是由于多项的指标都理好 所以相信它是有机会再上市这条平均线 如果能够成功克服这条250天的平均线的话 下一次可能会挑战大概是5月 4月甚至2月左右的高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断均线 店钱